这节课咱们就来做这样一个案例 首先咱们先来说一下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 我们要做的就是说现在我手里拿到了很多的新闻数据 就是第一节课咱在PVT上不看到这样一个图 这个图就是在这来揭出来的 然后我的数据里包含了一些新闻的内容 以及这个新闻它对应着属于哪个种类以及哪个主题 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新闻分类任务 就是说构造一个分类器 然后把我的一个新闻数据然后给它分别类别 比如说当前的这条新闻它是属于汽车类的 属于时尚类的生活类文化类进行这样一个分类的任务 这是咱们其中要做的一个模块 然后我们还要把咱们上节课的 比如说讲的那些TFIDF 以及咱们进行一个文本的一个分析的工作 这些我们要给它用进去 首先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数据来源 这个数据是在搜狗的一个实验室当中下来的 也就是我把这个东西给大家在这注视一下 我来写一下 这里就是我们写一个数据源 然后我们的这个Notebook 然后它这块有一个Mac当 写成Mac当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 比如说写一个数据源 就是这个位置 这样大叔大家直接点这个 就可以把这个数据下来下来了 在这里咱们来看一下吧 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 然后它是若干新闻站起来 然后我也不知道它都是咱俩8的 可能是一些搜狗的搜狐的新浪的 没准咱俩8都有的 然后它一共是有很多个频道的一个新闻数据 我们用的只是用其中一部分 因为这个数据量比较大 咱们讲案例的时候 只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当成一个建模工作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数据 它是有一个正常的数据格式 就是它是包含了它的一个URL 然后它的一个音乐标题 还有音乐内容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块我存了一个样例 样例里边其实它是这样一种格式 就是它告诉你一下 当前的这个news 它的一个URL地址是什么地址 然后以及它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标题 然后下面就是它的一个内容 然后所有的数据都是长这个样子的 都是有这样一个标题内容 还有它的一个URL 然后我们第一步要做的 其实还有一个麻烦 我们先要对数据进一个处理 就是转换成咱们这样一种Pandas 直接读进来 就是这样一种比较标准的格式 这个关于数据处理 就是大家可以按照很多种方式去做 反正就是你把Title提出来 然后再把Content提出来就可以了 这块我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一批数据了 然后我就是 之后大家就是拿这个处理好数据就可以了 处理好数据 我是分了一个Trin VL还有一个Testle.Tit 然后之前就是我进行实验的时候 如果说用那个Trin.Tit 数据量稍大一些 咱们在建模的时候 可能要稍等个半个来小时 才能进行跑完 所以说我在演示的时候 咱们就是拿这个VL.Tit 进行个演示 咱们只拿一个一少部分数据给大家 来演示一下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案例 那首先就是咱们打开当前的一个Data 这个东西我都放在一个Data面下下 然后有我的一个数据 数据打开之后 正常情况下就是 它就是直接是这个数据 直接就开始了 然后它是没有一个名字的 这里我起了几个名字 就是第一个就是安德字段来的 第一个字段就是它的一个类别 第二字段就是它的一个主题 第三个字段它的一个URL 第四个字段它的一个 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然后因为是个中文 所以说给它指定个UTF-8的一种格式 然后对数据 其实数据我没太仔细去看 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在处理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缺失值 反正缺失值就直接不管了 直接把这样一个行为缺失值 如果说有的话 就直接给它job掉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完整数据 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自己去处理的时候 自己处理我们也可以看 它这里有一个迷你版 就是刚给大家看的 咱们这样一个样例 可以先打来看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完整版 这个完整版的一个大小比较大 有个700多兆数据 它下完之后也是这样的格式 只不过说大小会更大一些的 包含数据量是非常非常多的 如果说大家想自己处理一个 比较大数据 也可以把这个完整版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 我们就自己处理成这样一种 反正也不用按照这种格式 你自己能理解一种格式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 其实它这里还有很多数据 就是关于一些语料的 然后其他数据我暂时还没用上 然后这节课就拿这个新闻数据 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举例了 它是在这个新闻数据当中 一个全网新闻数据 是上面这个 然后进行一个下载的 然后这块我们来看 就是先看一下数据 数据当中 然后我还没有经验清洗 就是直接拿过来了 我发现就是整个数据当中 广告占的是特别特别多的 因为现在就是这些厂商 都是在各大媒体上 都会发这些广告 那把其他东西 吸引你去买 所以说里边这个广告 留着电话号 这些东西还是特别多的 我们先是把这个数据 先给它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 大概看一下这数据 反正就是几个类别 几个类别每个里边都是有一些内容的 咱们先不去管 它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当前的一个数据 的一个设备大小 现在要拿数据比较小 它只是有5000条数据 每条数据 这样有四列记录 分别是咱们的一个种类 还有它的一个 就是这个标题 还有它的URL URL暂时一会儿 咱们都用不上 然后后面还有它的一个 就是这个content 它是等于什么东西的 然后咱们要做一件事 是什么 我们要去做这样一个分词任务 要去做一个分词 比如说现在 咱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我的一个数据 给它拿出来 你要想把数据拿出来 咱们可以给它.value一下 .value就相当于是 在我的DataFrame当中 拿到某个列 再把这个列 转换成一个list的格式 因为我这个接八分子器 它要求我们输入的 它是一个list的格式 所以说我先做了这样一个转换 把我的数据 都给它转换成这样的一个 绿色格式 然后转成绿色格式之后 我在这里 我就随便的打开一条来看一看 这条数据 就是反正是D千个 D千个 我也不知道讲是什么东西 可能是阿里巴巴 关于它的一些 什么首席执行官 任命之类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来看这些字 它是不是都一个一个连在一起了 那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分词的任务 在这里我们选择的一个分词器 是一个接八分词器 就是在最上面我们来看 Import Pandas SPD 这个大家也都有 然后还有一个接八分词 这个需要大家自己装一下 我们只需要打这样一个命令 就是PIP install 然后一个接八就可以了 在我们Anaconda Promit里边 直接进行安装可以了 这个就给大家演示了 很简单的一步操作 然后这是我们先看了一下 这个第一千数据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要对它进行一个分词 首先就是我指定了一个 分完词之后的一个结果 在这块指定一个list 这个list里边一会儿存的 就是我之后所有分完词的一个结果 要分词很简单 就是我现在写一个循环 就是在我的content当中 就是我给它凸了一个list之后 它会把这样每一条记录 就是一个list 定义在一个一路又是一个list 那其实上台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二维list 也就是一个list of list格式 所以说在这里 我就可以进行一个变利 在变利的时候 我的每一个lan 相当于是当前的这么一条 新闻的一个主体 然后我要把这个lan 进行一个分词 我们来看 咱们刚才是import的一个接八 然后我用接八 它的一个lcat lcat就可以把我当前的这一句话 给它进行一个分词 分词之后 我给它转换成当前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判断了一下 如果说这个句话确实能分出词 就是大于一 分出了可能分一 可能切了两刀 可能切了多刀 分成不同各处的一个词 并且来说 当前的分词 它是不包含咱们的一个换号符的 因为咱们经常会遇到这些回车 就就是-R或者是-N这个东西 如果说没什么问题 我们就给它就是额盘了进来 额盘接下来之后 咱们这个content里边 就是content S 相当于是我分词完之后的一个结果 这里边存进来的就是 我接下来所有的句子都给它分完词了 那咱们就来看一下 刚才是第一千个 这回我还是到这第一千个 在这里 它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我们来看阿里巴巴集团昨日宣布 阿里巴巴集团昨日宣布 然后将在集团层设立首席数据官岗位 将在集团管理层面设立首席官岗位 这些就是我的一个分词结果 他们就给它都分出来了 那这样就是说 首先第一步是要对我的一个搜索数据 进行一个分词 因为一会儿咱们在用BS分类器的时候 需要用咱们的一个分完词之后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咱们要分析这样一个文本数据 第一步我要进行咱们的一个分词的工作 翻词之后 我们把所有的翻词组成这样一个DataFrame格式 就是那Pandas新创建一个DataFrame 新创建的时候 它是你可以 就是这种写法比较方便 就是你字端的一个名字 你给它写成一个key 然后它的value呢 你就给它写成它的一个value值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想就是里面多个字端总大 然后你写个逗号然后再用这样一个keyvalue对传进来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啊 咱们就是做了这样一个DataFrame 里边啊就是分完词之后的一个结果 然后词和词之间啊 如果它分开了啊 就是用逗号进行一个连在一起的 那这个啊就是我当前的一个结果是长什么样子的